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子 歡迎回來Block Sprint 羅馬場海賊王啊 好的 今天我們要來換果實了 今天換一個紅果 墜落的紅果 重力果實 目前我有三個 在海賊王裡是騰虎啊 海軍大將的果實 看起來蠻強的 今天我就來吃看看 重力果實 最便宜的紅果 好像是兩千 兩千三的RB 它是自然啊 超冷血 無法輸出化 OK 那有的話 前期應該不是很好用 吃下吧 Let's go OK 獲得了重力 看啥 需要練到300 流星雨喔 一技能叫做重力推 然後二技能 重力外觀 需要練到100 200等式流星空 50是巨石飛行 OK 看起來就是飛行技能 好的 來看一下 看一下重力推 哇 這特效漂亮耶 很重力的特效 非常的帥氣 來了 喔 2500的傷害 是一定還蠻長的 看起來是個 很快樂 它還可以進嗎 看我意思啊 重力推 飛太遠了吧 OK 開個總技能 還不錯 把他推走啊 神若天正 非常的帥 OK 收尾 重力推 哇 很延遲 好的 直接升到72德 学会了巨石飞翔 我看一下这重力推的射程到底多远 看起来蛮远的 看起来特效 非常的漂亮 Let's go 嗯 重量到这里吧 OK 非常的近 差不多这里吧 差不多这个位置 OK 2700的上海 看着种族近 嗯 还行吧 2600 只要帅就行了 接下来我看一下巨石飞行 石头为什么这么起啊 OK 飞行速度超级的慢 又有伤害吗 还踩在滑板上面 Let's go 嗯 好弱 被伤害了 石头也太小了吧 一点震撼感都没有 没什么特别的 有点搞笑 为什么 比起一般的飞行技能 基地有点久 OK 伏计很好用 这个巨石飞行 好像随着你 在这不同的地面上 而改变这个石头的颜色 看 还蛮有趣的 我在这里看一下 应该是绿蛇 哦 整轮 哈哈 绿色石头 这里呢 黑色的吧 Let's go OK 整轮 饼干石头 可以吗 棕色 Let's go 哼哼 饼干 还不错吧 还蛮有趣的 重力推 哼哼 OK 取十二 还多一次 神罗天者 哼哼 学会了 重力外挂 怕啥 哦 哇 超大范围的技能 哇 这招超帅 伤害好像也是不错 看一下伤害多少 打到两个人 哦 每秒255.5 继续也是有点吵 Let's go 重力外挂 可以4800的伤害 还行吧 但是原来combo 应该是不错 类似黑洞 先手技能 可以控制住你的敌人 OK 而且范围很大 尖宿还不错 重力外挂 恩 还非常的帅 那空中可以釋放了 試一下 打不到地面 有點尷尬 終於外觀 索尾 被我壓死 終於推 127 Let's go 終於外觀 OK 正好學會 流星坑 流星坑到底幹嘛 來了 流星坑 喔 OK 就一個隕石掉下來 流星應該是多個隕石 吸電是很久 它傷害好像不是很高 3600嗎 Let's go 流星坑 3900 還蠻癢的 CD還這麼久 而且範圍還蠻小的 看 砸這裡 這個範圍吧 範圍在這裡 砸得中嗎 這個 流星坑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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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得中嗎 這裡 動 喔 太高了 掌不中 差不多在這裡吧 流星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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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掌不中欸 這邊咯 看了一下從哪裡出現了 那個流星 這裡 Let's go 我砸中了 還蠻普通的技能 我們現在這個重力外觀 要震撼一點 要震撼一點 你早知道這太帥了 好 重力突也是蠻帥 流星有點小 再搭一點就非常的漂亮 好吧 接下來就是流星雨 應該是之前頭湖用過的技能 超多的陰石掉下來 好 來打龍馬好了 打龍馬非常的快 死吧 話說在室內 沒有這流星坑嗎 我可以 不知道從哪裡來的流星 你把他砸死了 好 225 非常的快 好 306 學會 流星雨 看一下 Let's go 感覺跟藤湖的不一樣 他在集中攻擊一個地方 我配那個藤湖啊 那個boss啊 他放我流星雨 你放我好像更大 好 我來到二海 打這個藤湖 看他的重力果實 好像跟我的有點不一樣 OK 見面了 他的應該是重力刀吧 重力拐杖 他的這個技能 好帥 他跟我的一技能一樣 他的陰石 他到底太大了吧 我的陰石這麼小 他要集中啊 他該系列是很久 大 超大大不 他有種技能 他有種技能啊 這把炸飛 一大海獸看看 好吧 好吧 終於出現了 得了好久 他傷害多少 有星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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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打不過 啊 他果實用來打海獸 不是很好打 今天CD都太久了 而且傷害都沒有很高 好吧 接下來我們試一下 如何PP Combo 第一個我們也是先用神人拳來 Combo 加上這個 雷叉以及蛇弓 OK 我有一次Combo 特地系列了一個蛇弓 需要用到蛇弓的蛇弓 喔好 好繞口 這蛇弓是可以讓你的敵人無法使用任何技能 包括劍文色還有瞬波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控制住他 好吧 首先 就雷叉的Z跟X啊 神之手跟電力監語 控制住他 要非常靠近 然後接這個蛇弓 然後接著就是 重力果實的部分 放個流星雨 再放個重力果一關 把他控制住 最後神人拳 三連收尾 OK ZACK CX 應該是 算蠻簡單的吧 用雷叉先手 但兩靠近 差不多這樣子吧 OK 重力果關節的有點慢 傷害不錯耶 25000 好吧 找這個石頭來試試手 好 近一點 近一點 我沒打到 打到地板了 Let's go 2萬6 OK 這次應該有差不多打滿吧 還不錯啊 2萬6的傷害 好的 接下來就是雷抓 可以上這個 炎魔 OK熟悉的組合 往上往下組合 這次多了這個 一個雙部槍 OK 也是為了combo 特別去練 先用了他的尖刺炸彈 好吧 首先也是用C技能 先手 霹靂和閃光 非常棒的先手技能 把他打飛 然後接很沖直撞 OK 往上很沖直撞 往下 地獄巨峰 然後順便放個尖刺炸彈 以及流星雨 OK 這個尖刺炸彈啊 好像可以控制你的敵人一段時間 所以要先放這個 然後再放流星雨 然後著地的時候 用這個重力外觀 再控制住他 然後過後可以用 閃電推力 以及重力推 收尾 OK 這次比上一次難得多了 我來試一下 OK 差不多這樣子 啊 沒打完就死了 我按的有點慢 有點卡卡的 好的 我們來欺負這個石頭 他在飄 OK Let's go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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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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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踩像還可以 這邊 從不這樣子吧 兩萬綠的傷害 可以再快一點 我手有點慘 無法太快了 OK 就這樣吧 好的 這就是 重力果血combo 還不錯喔 非常冷門的 紅果 喜歡我的喜歡在這裡面 謝謝大家收看啦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記得訂閱喔 我們下期再見啦 掰掰